大家好 很多朋友在蒸螃蟹时都是喜欢加葱姜 其实蒸螃蟹加葱姜是大错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蒸螃蟹的绝招 蒸出来的螃蟹颜色红亮又软 不掉腿不硫瘤 蟹肉鲜嫩不腥 营养全保留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我们买坏的螃蟹 给它放到一个大点的不锈钢瓶中 8只螃蟹花了40块钱 大家都划算吗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长点水 水的量没过螃蟹就可以了 接下来往里面加入半滴食用盐 加入食用盐这样可以给螃蟹进行一个消毒杀菌的好处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半瓶82年的高度白酒 加入白酒这样可以给螃蟹进行一个去腥增香的好处 最后我们盖上盖子 放在这里给它浸泡一个小时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块生姜 改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生姜切好之后 装入小碗粥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改刀给它切成小段 葱这切好之后和姜片放入一起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切适量的姜片再给它切丝 最后切成姜末 姜末切好之后装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两个大蒜子趁它不注意的时候给它拍晕 再改刀给它剁成蒜末 蒜末剁好之后和姜末放入一起备用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水是不是特别的脏 这个时候螃蟹胃里面的脏东西全部都吐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螃蟹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看一下 各个都是晕乎乎的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斜刷 把螃蟹的腹部给它刷洗一下 把每一只螃蟹全部都给它清洗干净 尤其是这个塞里面 这个地方是藏乌纳固的地方 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哦 肉清洗干净了我们吃了才更放心 全部刷好之后 然后放到流动的清水下面给它清洗个两遍 这样我们的螃蟹都清洗干净了 接下来进锅上火不用加油 往里面加入两瓣啤酒 这个就是我们蒸螃蟹鲜内不腥的关键步骤 加入20粒花椒去腥增香 五六片姜片少许的葱汁 加入这几样都是给螃蟹进行一个去腥增香的好处 接下来上面再放入一个蒸屉 再把切好的姜片均匀的给它摆进来 然后趁我们的螃蟹还没有酥醒 给它整齐的摆入锅中 所有的螃蟹全部摆进来之后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样关键食材 就是这个橘子皮 把每个螃蟹上面再给它放入一个橘子皮 加入橘子皮不仅可以去腥增香 还可以使我们蒸出来的螃蟹自在果香味 吃起来特别的鲜美 最后再把我们切好的葱段 给它均匀的撒到螃蟹上面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上汽即时蒸8分钟 好了之后再焖上3分钟 在这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在蒸螃蟹的时候 一定要冷水上锅蒸 如果是热水上锅蒸的话 热气太烫 螃蟹就会蒸扎四处乱窜 这样很容易导致螃蟹单腿的现象 蒸出来的螃蟹也不美观 所以一定要冷水下锅 使锅里面的温度逐渐升温 让螃蟹一点一点的去适应温度 这样蒸出来的螃蟹不会蒸老 肉汁鲜美滑内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一个醋汁 在切好的姜末蒜末里面 加入适量的生抽 再加入适量的香醋 适量的红糖 因为螃蟹是寒性的 红糖又是暖性的 这样两者可以中和一下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的蟹醋汁就调好了 放一泡备用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油焖了三分钟 然后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浓浓的螃蟹的清香味铺别人来 太香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螃蟹 蒸的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颜色红亮又人 而且还非常的完整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装盘 再均匀的摆放到一个白色的盘子中 最后放上我们调好的蟹醋汁 好了像这样一道美味的蒸螃蟹就制作完成了 单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哇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螃蟹个个都是红亮又人呀 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螃蟹真的 是不是非常的完整 不掉腿也不硫磺 特别的漂亮啊 有没有馋到屏幕前的你呢 哇这个时候尝到我的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 我现在来替大家尝一下 先把这个盖给它去掉不要 看一下 里面的蟹黄都已经流出来了 吃螃蟹的时候蟹嘴蟹腮和蟹藏不要吃 掰开来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满满的蟹黄呀 吃的时候蘸上我们调好的蟹醋汁 那个味道简直是绝绝子 蟹肉鲜香味美 吃起来一点都不腥哦 特别的好吃 尝尝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螃蟹这样蒸真的是 颜值高味道棒 营养不流失 逢年过节的时候 来上一盘这样的蒸螃蟹 是不是超有面子 喜欢吃蒸螃蟹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 试试这个方法 保证比你平时只加葱姜 蒸出来的螃蟹 还有好吃十倍哦 最后提醒大家吃螃蟹是千万不能和茶水和柿子同时哦 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蒸螃蟹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 只要按照方法做保证你蒸出来的螃蟹 不掉腿不硫磺 鲜味十足营养不流失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放下的小手帮帮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